他的口罩戴一整天很煩 避震器裝好了 等一下要去試車了 來喔 都學要去試車了喔 順便要來買 行車記錄器的那個 記憶卡 等一下好 我們本身下這個文 這一段就是 要來試那個 避震器裝好的時候 好 來 好 可以喔 好 走了 我要看看 現在彈彎應該是完全沒有聲音到 座椅先調好 因為阿姨也百倍的我 好 走了 好 我說今天喔 宏偉輪胎 這個老闆很推薦 真的很讚 來喔 要看有感動嗎 嚇唷 噢 嚇唷 夠好開的啦 噢 這個避震器換一台136 沒辦法換 啊 啊 改裝的避震器基本上 它會 行程會比較短 那是正常的 你買的時候 你就看 看你的 狀況下去調 啊 它簡單講就 就是道路版的 你和一般的 那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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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偏 它是偏 比較硬 好像說它現在鑽唷是有條喔 路感非常的清晰 等一下我們直線來刷一下 齁 紀錄一下 那 里程速 這個鋼 避震器修好 應該是要說 改裝好 對啊 所以說明明在開錢齁 就要 開那個CP值 管 我想要這樣拿錢 噢 噢 噢 不錯 這座可笑可以 它 偏那個 舒適性 運動版 好像說運動版 噢 噢 好感動耶 啦啦啦啦 故事感動 噢 今天只睡 1.5小時 因為那個車主很忙 然後你們 看到這個影片 我說大概 車子已經早就交了 因為這播放的時間不一樣 很感謝 這個粉絲 信任白同學 我不敢說車價 我能壓到多低啊 因為 我也是要大家擲 因為中國車台 都知道 啊 怎麼這麼貴啦 一定都會有一些雜音 但是我們不管 我們就是 很透明化的 那那個 同學他也有去貨幣三家 他也覺得說 欸 白雄學這邊 價錢真的漂亮 啊當然 因為 預防性更換 有的你如果換 看車腳 換那整個 十幾 那個什麼 靈感 我們說靈感 全部換那隻 有的時候是換那一隻 換那一隻 可是 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老闆 因為要算什麼 要做這次 而且這次 用的這 那個什麼 台灣品牌的 車腳的東西 精準度很高 所以有的時候 也不用就一定要用這個牌 要完全價錢 要做兩十倍 走走 好 走了 白雄學燒我 油門咬到前面 好厲害 好厲害 整台車有夠好開 很老實欸 好 好 我NG也有給他擋身 好 媽的 這車開到前面 很讚 好感動 你看現在 你看那個螢幕 平常我們夠開 不要說 平常就不會聽 好嗎 不然你看 原地在直播什麼 路上是一直跳 所以 如果 車腳你在油 這是換一個經驗 你在看的時候 你如果要再油 你知道嗎 很讚 好 簡單講 改裝 改裝 非常成功 然後 後來 交車的時候 點焦 我們會 也是拍一系列影片 大概 點焦一次 大概要三十分鐘 有時有中 謝謝大家